有去過公寮 對不起換個方式問 沒有去過公寮 先舉著 然後你知道光華商場在哪一個情況下 你知道光華商場在哪裡 不知道 那這樣所有人都知道公寮在哪裡 因為公寮就在光華商場附近 他就是在一個 這個地方 就發生的餐廳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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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 原價屋的樓上 原價屋的旁邊一點點的樓上 那 所以他在那個駐停器 那這樣一個看起來完全不像是 公寮的地方 反正在門口那邊的樓梯有貼 那個摩茲公寮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是公寮 那公寮在哪裡幹嘛呢 公寮是 摩茲亞台灣的設計 那算是蠻榮幸的 是全球第一個做這個 測試專案 那這個測試專案是幹嘛的呢 這個測試專案是 能不能說有一個空間是 給社群完全自己自主管理 然後藉此來增加社群的參與度 那跟摩茲亞跟其他社群之間的連結程度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有提供投影機啊 有網路啊有冷氣啊 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想要來做一些 跟摩茲亞相關的事情 或者跟摩茲亞相關的事情 那都可以跟我們 來講說就是 欸我想要去公寮逛逛 那公寮開放時間呢 其實在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時間表 那你會看到說什麼時候他有開 那基本上有開的時間 你都可以去逛 那沒有開的時間呢 沒有開的時間你可以去叫他開 但是當然叫他開沒有說 24小時都可以開啊 太辛苦我們志工 因為我們志工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有鑰匙才去開門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想要開 然後你是有好多人的活動 那你想要說就是 來看看說 公寮有沒有人可以幫忙開門 那你可以寫個信給我們 可以在這個網頁上面有 你可以搜尋摩茲公寮就好 網頁上面有 那另外一個更好的方法是 就是你對摩茲雅開始有一些貢獻之後 那直接過來申請鑰匙 那申請鑰匙有什麼好處呢 就像我有時候半夜三點都還可以在那邊出現 那就是 就是想要在那邊出現 尤其在網路比較快 吹冷氣不用花自己錢 欸糟糕講說實話 那可以去那邊辦很多活動 那公寮那邊現在也有很多活動 週一到 反正很多天晚上都會是開著的 那公寮有一個叫做不包場的 不包場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 就算你看到上面已經有說 比如說像 欸 不巧剛好都是Tosag 那先用Tosag為例好了 比如說像 你可能 覺得你對Linus不是很有興趣 但是你想要去做某些樣的事情 那 你還是可以挑Tosag他們聚會的時間 就去那邊攻佔他們的地盤 就是 就去那邊 然後如果他們正在討論什麼事情 那就躲在旁邊 角落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也可以 那總之 如果只要上面有 開放的時間 你都可以去 你都可以去 那比如說像這個 行政族文建松 你就是Costag的事情 你要去做 Costag一點關係都沒有 等某些事情的話 也是非常歡迎你 那這邊上面都會有寫時間 總之如果你想要自己開的話 就做一點貢獻 然後就來投票 然後你就有機會 你都會擁有 那個 金光閃閃的鑰匙 那我們下面這邊有一個 申請摩滋供料鑰匙 的那個 一些醫務跟權力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這邊申請 目前有這麼多人 在場人 Kyoders請舉手一下 Kyoders 現在幾乎 在台灣的Kyoders 來一半以上 所以如果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他們問問 看說怎麼樣可以拿到鑰匙 這樣子 也歡迎來找我們一起幫我動 就是這樣 好 感謝 感謝Buff 那幫我拿 你就拿著吧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 今天的最後一個